政府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人放宽限制 包括在第二复苏阶段的诸属或地区开放堂食 不过西蒙卫生委员会警告 政府松绑前应该更加谨慎 仓促解封恐怕会给疫情带来更多变数 和加重医疗体系的负担 所以列出了五大条件希望政府参考 这些标准包括了疫苗接种率 应该达到至少60% 所有高风险群体包括热灵人士 身状人士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都已经完成接种 此外解封条件也应该考虑到医疗系统 目前紧绷的医疗使用率应该下降到70%以下 全国的确诊率也应该下降到5%以下 发病率也必须维持在每10万人当中 有250人的水平 不过西蒙卫生委员会认同 用绿色通行证奖励完成接种疫苗的人 也能激励拒绝疫苗群体 或忧郁不决的人打疫苗 泷水平 暗 我可除了 这样才会有不少 늘 我明星